我就是不能为了工作而放弃生活 死掉了月薪以外的工作 所以我之前也有攒钱的习惯 当我不想工作的时候 我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支撑我 我更不是好吃懒做 我只是给自己一个暂时休息的时间 我还这么年轻 我肯定是会继续奋斗的 我现在确实还没有想好 我是自己创业 还是继续给别人打工 给别人打工 最多一个月就一两万 自己创业的话 压力大 分省大 但是自由啊 辞职到现在 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了 晚上也不用熬夜加班了 这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投资啊 早上可以去菜市场买新鲜的食材 给自己做一顿丰盛的早餐 我现在还做不到为了工作 可以放弃一切 今天早上吃的有点腻 给自己再来泡一壶茶 正好有点犯控了 就睡一觉吧 中途什么时候跑到床上来了 我也不太清楚 一下睡了两个小时 现在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了 在醒醒觉就准备做中饭了 把早上买的菜好好整理一下 这些菜加起来还不到八十块钱 我算了一下 其实我这一天花不了多少钱 我不喜欢关街 我也不喜欢打麻将 我的很多兴趣爱好都是不花钱的 腰花怎么吃啊 所以呢钱是要赚的 商货也是要享受的 早上看见这个腰花比较新鲜就买回来了 现在才发现自己根本就不会做 临时到手机上查了一下胶程 先把生姜大蒜爆香 再放入腰花一起爆炒 腰花炒熟了就可以出锅了 我的琵琶绿豆也好了 我要吃饭咯 在我还没有开始下一段工作之前 我打算去武功山看一次日出 衣服装备我都已经买回来了 这一套看起来是不是很酷啊 今天晚上我们这有一个音乐节 朋友会上台唱一首歌 走在路上发现今天的夕阳真的好美啊 关机带手机支架了 叫路人给我拍了一个视频 太美了 到音乐节现场了 下一首歌应该就是我朋友了吧 等朋友唱完这首歌 我们就准备回家咯